面试烧炭差一点造成了一失两命的遗憾 这在台北县的一名成姓男子 因为自己失业疑似是情绪不佳 结果呢 居然是把已经怀有两个月 身孕的妻子给迷婚之后呢 企图一同来烧炭 索性妻子非常奇迹似的 在昏睡了23个小时之后 自己就醒了过来 跟腹中的胎儿都幸运的捡回一条命 不过呢 这名成姓男子已经身亡 接到成姓男子身亡的二号 今有感到住处关心 年仅29岁却想不开 亲友至今仍然不敢相信 因为年轻人很远到的啊 应该没有就是吧 他们家境很好怎么会忧郁症呢 不会吧 最近有在工作吗 我不清楚应该有吧 他们自己的工厂啊 自己的公司啊 1月3号晚间10点多 陈姓男子还外出买东西 给怀孕两个半月的妻子吃 妻子吃完没多久就陷入昏睡 在醒来时已是隔天晚上的10点 却发现门缝被塞住 窗户也用胶带贴住 丈夫以及爱犬则口鼻流血 没有生命迹象 一觉醒来却发现身旁的丈夫烧炭 失去气息 妻子悲痛欲绝 而陈姓男子还在电脑留言给家人 还说不用帮他和妻子办丧事 似乎早有计划 亲友表示 两人是高中的学长学妹 前年11月结婚感情很好 得知妻子怀孕还开心 要迎接小生命的来临 怎么也想不到 会想不开 走上绝路 中文新闻 林世宏 谢凯轩 台北 采访报导